在电影变气中出现了一位造型相当奇葩的汽车人 他的外形丑陋且战斗力十分低下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发明家千金鼎 千万别因为他长得其貌不扬而小瞧他 汽车人里很多武器装备都是由他打造而成 千金鼎是位聪明绝顶的科学家 精通制造维修和各种科技 在动画版本中 就连实力强大的恐龙金刚也是他的结构之一 他的载具形态是一辆T1的大众面包车 在影片中他与阿尔西配合默契 看起来就像是一对真正的情侣 也不知道会不会给弹簧气到穿越 其实早在电影变三十千金鼎就已登场 名字也更换为Q博士 他的各种装备大大强化了汽车人的作战能力 比如铁皮那把纵横无敌的双枪 就是Q博士为其量身打造而成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一枪秒杀撬棍的唯一 而他另一个发明也在决战中大放异彩 珊姆作为一个小小的人类 仅凭着千金鼎赠语的勾掌 就轻松洞穿了红蜘蛛的眼睛 热破那把反牛顿枪 一枪之下禁锢时间与空间 真是牛顿看了都落泪 可惜如此精彩艳艳之辈 却在变三决战时被把天虎除去